好莱坞很多导演在拍摄金融题材电影的时候 都很喜欢描述一个市场 被不知名的神秘团体在阴影中操纵的故事 比如在华尔街智囊里 主角乔丹表面上为他嘴里九富盛名的女协公司站台募股 实际上这是一家他供股85%的傀儡公司 演讲过后有些股民听信了他员工的话数选择买入股票 有些股民看着他涨幅趋势跟风加仓了 而他则在最高点 抛手 三小时狂赚2200万美金全胜而退 而不知内幕买入这只股票的普通人和经理人 就成了供他薅毛的羊 虽然这个情节非常像艺术家工过的爽文 不过考虑到这是出自他本人的自传描述 还是被我的感叹金融市场不可见的黑手有多么恐怖 然而随着近年来互联网的发展 这些原本和幽灵一样的操盘手逐渐露出了他们的真面目 与这一同浮出水面的 还有他们为了操盘所做的一系列布局和带来的深远影响 今天我们要提到的这个公司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他的所作所为比起电影主角还要有过之二无不及 作为操纵市场的黑手 他把持着微软 摩根大通 谷歌这样的巨头企业的股票 是他们的第一大股东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章程和高层的任命 又因为爪牙 遍布福克斯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美国新闻企业 也就是大伙熟这代IGN的大东在这样的新闻行业 就算被维基解密爆出了他私下的不正当交易 舆论也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酵 因为这些知名媒体选择了集体谨慎 诈一听是不是离我们这些玩家还挺遥远的 金融圈子这种大公司的儿语我诈 打上天了也不注意烧到我们普通人这里吧 你别说 还真能 之前美国最大的游戏线下零售商 Gamestop就为他试图用做空的手段操纵股价 信号有海量的玩家股民加入战场帮忙买入股票 才没有我们受巨大的损失 而且这些年来深受玩家诟病的LGBT元素 比如战胜巫里北欧的黑色巨人安格尔伯达 又比如漫威蜘蛛侠二里突然宣布自己是双镜恋的黑猫 都和这个公司脱不了干系 而对我们中国玩家来说 最近距离接触的一次就是最近爆出的 Swade Baby对黑神话制作组游戏科学试图收取700万美金保护费的新闻 700万倒是什么概念 按照截止到成稿前的汇率计算相当于5000万人民币 之前英雄游戏发布的2024年日常性关联交易公告里提到 他们给游戏科学在黑神话上的发行经费也才2000万 这笔钱就算是全部拿来交保护费也填补满这个缺口 还要搭进去将近3000万的成本 主创杨琪之前公布的游戏每小时内容的开发成本在1500万上下 所以这意味着如果勒索成功 游戏不仅在宣发上吃惊 内容上还得缩睡一到两个小时的流程 对黑神话这样的资金充足的大作尚且是重伤 对这些小型的游戏工作室来说更是灾难了 比如之前以向皮管动画风格大手欢迎 一度击败了空洞骑士 那像年度最佳独立游戏奖项的茶杯头 他们对外公布的全部开发成本也就400万刀 这笔开支要是落在他们的开发商头上 那年的最佳独游的角逐 空洞骑士估计就少了个强力的对手 除了像这样直接勒索制作组哪钱 Soviet Baby还会通过在舆论和资金这两个公司的命门上施压 来干涉游戏的开发过程 舆论上他们在业内一些颇有影响的媒体当中 笼络了不少口舌 会提他们说出不过包容 疑似其事这样的话 配合一些水晶的响应 等引起大范围的讨论之后再进一步勒索 IGN去年年末的时候就发布过《黑神话存在性别歧视》的文章 试图给游戏带来舆论上的压力 来为他们后面的勒索铺路 虽然对尤科来说这种做法最后没有凑效 不过今年本来备受期待的另一部作品 《碎石枪》也就成了实实在在的受害者 前魔术团队负责人马克·肯恩爆料说 《碎石枪》本来的主角是白人 在他们的首席运营官同时也是选角总监Andra上台之后 并且与这个Sweet Baby接触过后选择了妥协 请他们所谓的专业顾问来制导角色设计 于是主角的肤色大概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而游戏的风评在玩家社区彻底爆炸之后 这位指手画脚的顾问却拍拍屁股跑路了 留下了整个团队收拾这个烂摊子 第二种手段就更加直接了 根据马克的爆料 Sweet Baby可以直接中断一些中小型工作室的资金来源 用简单却有最有效的资金压力来逼迫他们向自己低头 比如之前制作了正当防卫和疯狂麦克斯的雪崩工作室 一月初就因为这个原因而宣布破产解散 在业界有着一定知名度的工作室 尚且如此一些还在起步阶段 凭着热爱苦撑的小作坊 对他们来说更是砧板上的肉 从这些事迹不难看出 Sweet Baby在舆论和商业资金这两个领域有着强大的能量 这么一个组织背后到底是什么人在运营 他又为什么能够有如此的手段 把整个游戏圈搅得不得安宁 难道真的没有人能制裁他了吗 还有王法吗 还有法律吗 直接影响玩家最多的就是编剧部门 Sweet Baby的编剧部门由首席执行官Kim Baylor牵头 七名编剧组成的编剧团 作品署名都是Kim 下面我们简称小金 小金高低应该也是有两把刷子的 毕竟创业第一年就能参与自杀小队 勾谈骑士这样的大IP 那么在创业之前他又没有什么代表作呢 当然是 简历上小金自称作为编剧 在预必参与了四部作品 孤岛惊魂4 刺客星条萧雄 荣耀战魂 孤岛惊魂心灵明 一般来说作为编剧参与的话 在游戏里打完后面的滚动的制线名单里 都会有编剧一栏里署名 那么这个游戏的名单里有没有呢 我们找啊找啊 在萧雄心灵明里也编剧一栏没出现 倒是出现在了特别制线里 预逼剧提线了啥我不好说 但至少应该不是编剧内容 孤岛惊魂4里出现在了社区开发者中 这个岗位主要负责维护用户社区 收集反馈用户意见 简单来说就是论坛博主 编剧给游戏编故事 版主安抚论坛用户 开发主正在修复bug 可能也是编故事 也算编剧 至于荣耀战魂 不管是预必官网还是第三方网站 都是完全查无此人 也是 荣耀战魂有剧情吗 推一万步讲 就算小金真的有参与编剧 除了孤岛惊魂4 这些游戏用户的评分也实属难崩 剧情不符更是游戏的重贷区 小金这也能算编剧的话 那我和科比何看81分 既然小金的业务能力这么差 游戏公司又为什么会同意他插手开发呢 Tweetbaby成立次年的游戏开发者大会上 小金自豪地解释 他用来折磨强迫公司的方法 恐吓 我也让我们插手 那我就去和公司的市场部门喝杯咖啡 只是一点小小的威胁 你们也不想游戏在发售前发生什么吧 这哪里是咨询公司 全身权心合连胜呢 这里就非常反直觉了 明明小金只是个自称的编剧 要威胁也应该是威胁编剧部门 那为什么恐吓的反而是市场部门呢 而且还真吃这一套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大前提 市场部门对内容开发有着很大的主导权 在一款游戏立项前后 市场部门会对同类型产品 有目标用户的喜好等信息进行调查 将结果反馈给公司高管 高管在对游戏玩法剧情等下达指令 因此高管往往也统领市场部门 开发中甚至默契 该部门也会同步市场信息 有权要求开发部门修改游戏内容 迎合市场的喜好配合宣发 游戏开发对于市场部门来说 就纯纯的是商业行为了 他们以利润为第一目标 对开发部门指手画脚 或者不得不捏着鼻子忍着 显而易见这种强硬措施 对游戏的质量有着非常恶劣的影响 恶果屡见不鲜 刺客信条奥德赛中原本主角只有女性的卡山德拉 但是市场部门和首席指挥官 就强硬要求额外添加男主角以及浪漫情节 但不管是成本还是工期 都不允许根据双主角的性格差异制作出两条主线 剧情又必须和主角的性格对得上 最终导致奥德赛的剧情褒贬不已 质量效应仙女座开发过程中 因为当时游戏市场流行开放世界 EA负责市场部门的副总裁 无视制作组擅长的线性叙事的优势 强硬要求改成开放世界 导致产品的大世界空洞无物 再加上强行迎合政治正确的人物建模剧情等 销量直接大爆死 最伟大的RPG IP之一直接雪藏 在这个大前提下 Sweet Baby的另一位灵魂人物 首席指挥官David Berdad 简称小博 在加入Sweet Baby之前 就在市场部门工作了三年多 参与了杀出重为人类革命 热血无赖的市场营销 又作为产品经理 参与了刺客信条大革命 孤岛惊魂原始杀戮 孤岛惊魂舞 这些经历让他充分了解了市场部门和高管的权利 帮助小金快速有效地抓住痛点 威胁他们要求修改内容 迎合市场部门的利益需求 两位老板堪称卧龙凤厨 手下的编剧团也不是一群省油的灯 如果说小金还算是能找到点从业的蛛丝马迹 那么编剧团则是更彻底的查无此人 找不到任何的署名作品 编剧或者说是文字创作的行业的痕迹 这帮编剧里有潮牌销售 有酒店从业6年的 还有10年的大厨 还有11年的程序员等等等等 在威胁恐吓方面也算是名师出高途 尤其是这位 臭名昭著的插画是Chris Kindred 堪称Sweet Baby的红花伤棍 争议最大的两个事件 Steam鉴赏家和开河记者事件中 都是他挑起的战争 Steam鉴赏家事件中 他带头呼吁网报封禁创建者 将支持者称呼为纳粹 甚至污蔑他们在研究卢相学这种 真的 沾点种族主义的人都不一定会懂的东西 又说自己被骚扰恐吓 导致推特账号被封 不能进行正义的发生 小金也是迅速跟进 利用Sweet Baby在媒体圈的人脉 收买记者抹黑迷射到达一耙 只问为什么迷射允许对Sweet Baby的骚扰 并且小金竟然还敢大言不惨地 提到10年前的玩家们 明明玩家们的凶手就是Sweet Baby的联合创始人 在之前提到的开河记者事件中 先是一个名叫Alisa的Kotaku编剧 暴露记者群名 Chris就打电话给记者三年前工作过的公司 控诉记者骚扰他 污蔑记者的网站专门针对有色人中 有没有发现这两件事件中的手法非常相似 看见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上去就是污蔑 对方骚扰自己在扣种族主义的帽子 最后自己在引导网报 就像编剧只能写出自己认知内的故事 他污蔑别人骚扰他的方式 就是他自己污蔑骚扰别人的方式 而开河记者的Kotaku编剧也是一蹺之河 爱情人污蔑黑神话悟空的文章作者 就是他的好 homie 他自己在节目中辱骂不赞同他的人 叫嚣 不服就来干家 你们这就松 他真的这么说了 And if you have a problem with that Come fight me Physically B*** 别人应约了 他立刻认怂并且嘴硬 你们就是想用和我约架来赚钱吗 就是因为被这样一群毫无业务能力 平行难堪的人插手又驱 战神才会突兀地插入一段 又臭又长的黑人铁森林剧情 自杀小队对正义联盟的塑造 才会完全是一场灾难 蜘蛛小二才会采一捧一 将一代的主角皮特塑造成了软弱硬物的工具人 直言我配不上的孩子 就为了给黑人主角麦尔斯当个垫子 你越爱这些作品 这些歌艺人的地方就会越折磨你 短短五年啊 Sweet Baby就将整个游戏业界搅得天翻地覆 但就凭他们自己 可能吗 背后必然是有一个将手伸遍了业界 只是拿Sweet Baby当白手套 目的也必然不仅仅是推广政治正确的幕后黑手 他就是开头提到的 贝莱德集团 贝莱德集团又称黑眼集团 虽然大家可能听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甚至还会下意识地觉得 这是哪来的皮包公司 但实际上他们是一家坐落于美国 身居幕后 管理资产高达10万亿美元的顶级跨国投资公司 这是什么概念呢 前一段时间 英伟达已越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市值高达3.4万亿美元 已经很夸张了吧 而黑眼集团的10万亿美元 可是手里实打实的可支配管理资产 并不是波动较大的市值 英伟达和他们一比 实在是有点小无间大物了 公司没得比 咱们不妨拿国家的GDP来对比一下 2021年只有中美两国的GDP总值 比黑眼集团管理资产高 排在第三的日本 也就比黑眼集团的一半多一点 就连在日本工业 金融 科技 农业等多个领域呼风唤雨的三大财阀 贝地里也是与他们在合作 可见黑眼是真正意义上的富可敌国 市里这么庞大的投资集团 那他们投资的对象 自然也是遍布金融 科技 娱乐 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大咖 二门比较熟悉的游戏公司 只占黑眼集团投资范畴的很小一部分 但哪怕是一小部分 我们百分之九十的老数人都已经包括在内了 就像是黑眼持有股份最多的 动势暴雪和EA 作为三大股东之一 拥有百分之十的股份 就足以影响公司的决策 更何况董事会其他的成员也都是他们的人 掌握了公司自尽命脉 那自然就有话语权 就像年初微软正式接受动势暴雪后 员工还沉浸在收购成功的喜悦中 谁也想不到 微软会突然毫无预兆地 砍项目 大裁员 调整公司方向 黑眼集团也是同理 他们的大boss Larry Fink 咱们就叫他老拉吧 多年来一直在极力推动的多元化发展 在2017年的一次会议上 他更是发表了未来强制推动多元化发展的暴论 强制 怎么个强制法 我们多元你能让我倒闭啊 还真能 有了老拉的命令 后来在做投资被调时 会格外看重每家公司 包含多元化与包容性的ESG评分 如果一家公司评分过低 那集团就会直接消减甚至停止投资 前有开发正当防卫系列的雪崩工作室 被搞垮的案例 你们公司是采纳意见呢 还是不要投资呢 自己选一个吧 老拉想推行他那套多元化价值观 游戏公司又需要资金投资 双方各有所需 那么中间负责游说勾兑的又会是谁呢 答案互之以出 他就是Sweet Baby 在老拉提出暴论的半年后 两位创始人就成立了公司 成为了老拉推行多元化意志的执行者 并联合黑眼集团的投资媒体下属公司 IGN为虎作长 到处破坏游戏IP 另一边 游戏公司的高管目光短浅 这帮人不是开发者 甚至都不一定是玩家 可能根本就不懂其些IP的文化与价值 他们只知道做出妥协 加入多元化内容就能拿到资金 我只管拿钱 多元化的是让创作者去考虑不就好了吗 虽然创作者明白其中的利弊 但是他们在公司人言示威不受重视 提出反对意见 还会被高管认为是在阻挠他们赚钱 频频遭受冷眼排挤 大家现在应该能够理解 推特上的那位前某兽制作人 为何对Sweet Baby抱有如此大的敌意了吧 因为创作者一直都是被他们欺负的对象 到了后面公司为了更方便的与Sweet Baby对接 纷纷在内部设立了负责多元化与包容性的DEI部门 这个部门不仅对游戏开发进行干预 同时胳膊肘还要往外拐 什么叫敌在内部 这就是了 不过老拉这么大豆干戈的 强制推动性别多元化发展 到底是图什么呀 不管怎么说 咱先看看人家自己的解释 去年黑眼集团研究出一个 支持性别多元化可以提高公司业绩 并且优于竞争对手的结论 他们声称拥有多元化员工的公司 在资产回报率方面 平均每年都要比多元化程度较低的同行 高出29% 不是哥们 你们认真的吗 不说别的 效率业绩不应该和个人能力挂钩吗 八竿子也打不到多元化上面吧 当然不光是我 相关的专家学者要表示质疑 他们认为这篇研究是在过分的夸大多元化的影响 研究的论点和数据或多或少都存在问题 研究的理论不成立 那他们应该是为了赚钱吧 毕竟资本公司为了赚钱谁说得过去 不过赚不赚得到钱还得用数据说话 我们不妨先看看老拉投资的娱乐公司主导的多元化作品 到底挣不挣钱吧 就先说迪士尼和网飞这两人大将 近几年的多元化作品都少不了他们的贡献 迪士尼先后搞出 黑美人鱼 拉丁裔 白雪公主 和七个不同人种肤色的小矮人 当然还少不了丁旗队长2 这些作品除了白雪公主因为舆论延期上映以外 消灭人鱼的票房也将将与成本持平 惊奇队长更是亏得连成本都说不回来 被钉在了漫威票房的赤鲁柱上 那网飞呢 年初三体剧情被魔改 黑人罗杰都还历历在目 M战的观众评分也只有6.1分 而最近更是爆出了 他们想让黑人演员来演 孩子一真人版的蛇姬 最终把原作粉丝雷得七窍深夜的骚操作 有人肯买单才怪了 游戏也是同理啊 除了那些制作班底极好 像新战神系列那样好的作品以外 普通游戏加入政治正确元素 只会让自己本身不高的分数 再雪上加霜 比如Sweet Baby得意改编制作自杀小队 不仅在M战玩家的贫富 已经提前锁定了年度倒数第三 黑人华纳倒亏了2亿美元 引这个诡局 被诅咒的海盗的开发商 Mimimi Games则更惨了 他们的游戏口碑评分都很不错 但是因为给Sweet Baby付了指导费 结果导致游戏上限不到两周 工作室就因为没有足够的开发成本和收入 而宣布破产倒闭了 你说理论也说不通 项目也不赚钱 这黑眼集团到底为了什么呀 此时就需要我们把时间稍微往回播一下 回到四年前 2020年末 拜登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胜出 并于次年1月宣任就职 正式出任美国第46任总统 新总统就职 所以只要跟上的就是新的内阁团队 彼时的美国民众刚从林渊购 和冲击国会大厦的混乱中松一口气 他们普遍希望新的总统内阁都正常点 千万别再出什么意外了 可结果事与愿违 一些眼尖的人发现 新的内阁团队里 很多担任要职的官员 居然都曾供职于黑眼集团 再看他们更早的履历 好家伙 全是奥巴马拜登时期的老面孔了 黑眼集团也然成为了 回收奥巴马内阁在就业的杜金圣地 民众见词粉刺 黑眼就像拜登的影子内阁一样 硬魂不散 你别说 美国民众的粉丝还真有几分道理 这几名重要官员 都是2017年成为老拉的左膀右臂 并且与他强制推动的多元化的节点一致 而且很多朋友应该也注意到了 所谓的多元化开始集中出现 恰好是特朗普执政末期 在拜登上台后 多元化运动更是肆无忌惮地推行 你看 像什么多元化高官 男子参加女子比赛之类的 这几年是不是早就屡见不响了 与此同时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 文娱产业公司内部也出现了大规模的整改 许多有能力的大佬被迫离职 只有没站错队的人才能依旧逍遥自在 可是基金的变革 带来什么好处呢 他们需要的不应该是政治稳定吗 有句话说的好 绝大多数接近的制度变革 都会让收益向少数利益团体倾斜 将代价向广大弱势群体转嫁 大家在被人种肤色 性别取向等因素分化割裂 炒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根本不会注意到 隐藏在团流之下的团体做了什么 这些利益团体极力转移矛盾 也许在趁机用什么见不得光的方式 大把地捞钱 亦或是为本次的总统大选做准备 没人说得清楚 我们只能看到玩家们围绕游戏多元化的争执 不过是他们早就设计好的其中一环而已 即使是这样的庞然大入 我们的玩家也并不是只能束手就擒 如今的游戏行业 爱街恩之类的传统媒体不再能主导分项 MC占用户评分和精量远远高于媒体评分 也不再是巨头公司开发什么 我们只能玩什么 正正组成游戏业界的是我们每一位玩家 是玩家的销量支撑着优秀制作组 不断地产出优质作品 是玩家的口碑决定了业界的发展方向 Steam建厂家事件中 Sweet the Baby试图封禁的阴谋最终失败 创建者老哥哥获得了所有玩家和V社的支持 关注人数从最初的9000多暴涨到了现在的40万 黑神花悟空获得了海内外几乎所有玩家的支持 从VGame到Steam 从Bilibili到YouTube 从微博到推特 我再次看见了玩家们的希望之光 未来必然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利益集团和他们的白手套会抹黑攻击 一切不符合他们喜好和利益需求的任何事 但我们相信 在玩家的用脚投票团结一致下 结局只有一个 今后凤起千军棒 欲语成清 饭离爱